我们早上就是练基本功了 我们下午会讲一些AI的应用 那我会 我其实个人蛮建议就是说 AI什么时候用 就是练基本功的时候不要用 练基本功的时候不要用 那其他都可以用 就是如果你已经具备了基本功之后 你可以用AI帮你加速 增加效能 或者让你看更广的世界 基本功就刚刚我们讲 各位刚刚从那个阅读理解 到抽出关键字存在新制度 这个部分的能力 他叫做抽象化的能力 这是在运算思维里面 五种方法里面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他的特性就是他可以在 浑浑之中理出头绪 抓出重点 找出架构 这是一个新制功能 他不是一般念书可以教的 这个必须要自己练 你要知道这个方法 或你以前不知道这个方法 然后你有些人他学习很厉害 但是他是 他是碰巧抓到这个 碰巧抓到这个心法 碰巧抓到就是 我们讲碰巧 获得那个道走在道上面 但是他不知道说原来是这一个规律 如果你事先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 事先就知道读书的方法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学霸 这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一直学不好 事实上是因为他不知道方法 老师上课只有讲要背的知识 他没有教你怎么学习这一件事 所以换句话说 刚刚那个整个抽象化的过程 为什么要各位去体验 因为那就是一个 精致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 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清楚 因为我闭关了三年 好不容易把这些事情都想通 把它想通之后 就是我的那个后设认知终于发挥作用 三年前终于蜕变 发挥作用 所以可以把这个背后的这些关键 核心 可以理出一个头绪 让大家可以一看就知道 那当你知道那一条成功的道路就在那边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走过去 很容易嘛 那当你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你一下走这里一下走那里 然后经常不成功失败 或者偶尔走到一次成功 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也不知道那条路到底是在哪里 你抓不到那个位置 然后可能经过你漫长的人生经验累积 你会慢慢趋近于那一条成功的道路 但是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处理 或者经验法则 但是现在我直接把经验法则做了整理跟你讲 可以加加快你学习的速度这样 好 那么继续啦 所以有没有老师要来一下 你已经我把画面广播一下好了 现在让大家什么都看不到这样 有没有老师要来一下 动一包咖啡豆我自己烘的 来跟我们复习一下 老师千里迢迢 等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今天有 有从台北来的耶 哇 真的是 金门也来了吗 两位从台北来的 然后 金门在哪里 他们是线上 他们在线上 对 所以今天真正远道而来现场的 就两位台北的老师 特教学校 这个很好用 好 来我们请老师讲一下吧 来 来麦克风给你 先从二八零华的那个女生 去里面 然后呢 他在幕府里面泡澡 那泡澡之后呢 他就往外看 然后看到一个瓷探 那那个瓷探呢 刚好一个青蛙 青蛙刚好看着蝴蝶 那觉得这个蝴蝶是我的午餐 结果他不 那个青蛙不晓后面还有一只脸鱼 那脸鱼呢 觉得青蛙是他的午餐 结果脸鱼的更后面的话就还有一只鱷鱼 对 然后呢 一只小羊呢 就很调皮的追着蝴蝶跑 那小羊呢 蹦蹦跳跳不小心去被 去碰到了刺猬 被刺猬刺到了 那小羊就 呃 蒙着眼睛 然后就往后跑 然后不小心去撞到了那个什么 那个浴室的那个窗户 然后这时候呢 二八年华的女孩呢 看着手表 他想到了还有文森老师的课 所以看着手表 然后就想我赶快出门了 还没还没 来十个理论的名称讲出来 十个理论的名称的话 就是一个二八 然后青蛙蝴蝶 等一下 青蛙脸鱼 鱷鱼蝴蝶 领头羊羊的效应 然后再过来是刺猬 然后木头 再过来是手表破窗 解释一下其中一个理论 好 那青蛙的效应的话就是 人在那个不知不觉之中 然后就会没有挣扎的那个迹象 就是会温水煮青蛙的效果 好 非常好 恭喜老师获得咖啡包 好 那个 所以啊 所以你就发现经过刚刚 经过早上你这样的一个理解之后 然后经过你的思考 然后想出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虽然现在有一半是我想的 但是以后你们可以自己想自己的 好 经过你这样一番操作 你就发现 我怎么很容易把这十个理论就学会了 而且还背起来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 一套方法 学生要学东西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然后未来他要应付考试 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愉快 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他有一些没干 这一班的成绩就是考的比别人好 因为他上课就是有一些方法 那方法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新制度这个方法绝对是一个 适合大多数人的好 因为他可以结合多元智慧 刚刚是不是结合多元智慧 结合多感官 而且经过你的想象 尤其是冥想这一件事 他可以把你的想象变成身体的经验体验 冥想很特别 你如果没有去亲身经历的时候 那唯一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冥想 冥想可以让你有那个亲身经历的感觉 所以你比较厉害的老师 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课文 什么海鸥在海边飞翔的那个课文 以前我们西宝国老在珍视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很厉害 他带了一个道具 那个道具是一个竹棍 竹子然后不是中空的吗 他里面装很多那个绿豆 那个导的导 寝斜的时候会有那个海浪沙的那个声音 沙沙沙的声音 然后他上课就导读国语 说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 那个课文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我没念过 天地一沙欧是吗 他说你是那一只海鸥 他就类似像有点像催眠这样 你是那一只海鸥 现在张开你的翅膀 然后拍动 就是你要把那个动作清楚的描述出来 然后我们在脑袋里面就会想像 我就是那一只海鸥 我张开翅膀就拍了两下 然后飞在海上 闻到咸咸的海水的味道 然后经过他这样子一番操作之后 大家对那个课文感受特别的深刻 几乎你之后不用复习 就完全记得那个课文跟感觉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部分 就配合冥想操作跟刚刚的故事的想像 非常感谢老师刚刚的分享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所以经过 经过刚刚各位简单的一个图像记忆 跟冥想的操作练习之外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就 就会让你的学习变得很简单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午会讲一些 我补充一下新制图的一些工具的部分 我就用这一个来讲 早上我们学了很简单的部分 新制图其实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常用的工具 虽然没有很多 比如说这一个这个叫关联线对不对 所以假设你是这个 青蛙跟蝴蝶有关系嘛 那个蝴蝶会被青蛙看到蝴蝶会跑过去嘛 那我就用这个关联线点一下 然后点到这个青蛙 然后再点到蝴蝶 那他们就建立起关联 你可以用这个小黄色的圈圈 把他往外 把他这个幅度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这个就是青蛙跟蝴蝶的关系 那所以我刚刚讲有关系就没关系 因为就很容易记得 那没关系你就要找关系 这跟社会上处事的概念是一模一样 很多道理都相通的 那你可以把他们的关联就写在这边 这个叫关联线的用途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做分区 比如说这些东西都属于蝴蝶的区域嘛 那我如果在做分类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这一个叫做分区的概念 我就点一个分区 然后在分区的斜线上面快点两下 都是蝴蝶的生物 你就可以简单的注视一下 这个分区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那我也可以做总结 我可以做总结 比如说这个绵鱼的效应 我可能要做就是给他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这里有一个大括号 你可以点一下大括号 这边就可以做总结 所以老学校要安排新老师进来 才能够活化整个学校的氛围 所以然后如果你觉得这字太长啊 你可以在里面用手工Shift加Enter分段 这样就可以变短一点 所以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比较常用的那个操作的部分 好 那各位可以试一下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